HELLO 朋友们 你们好啊 那么我今天就买了这台新的电脑啦 然后我就有几个朋友他们也是想要买新的电脑 所以他们就想知道我这家电脑的这个spec是什么 然后所以我本来是要做完整个桌子的setting了先 买到完了先才来做一个video的 可是我觉得近期里面啦 这些setting是应该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啦 所以我就直接做一个video来解释一下咯 那么我们就直接从这家电脑开始讲啦 这个casing是NZXT H510i 白色版本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minimalist的一个design 我蛮喜欢的 然后这个processor是AMD Ryzen 5 3600 然后motherboard是XFORT B450M Steel Legend 然后这个Graphic Card Graphic Card是GeForce RTX 3060 8GB PNY版本 然后XPG D50RGB 16GB RAM XPG 512GB SSD 然后那个Power Supply是DK6 600W Active Plus Bronze PSU 然后加上这个AIO这个Liquid Cooling是Dark Flash Symfony 240mm 然后这整台的价值就是5160令吉 这一个是Samsung 24寸 IPS monitor 总价值是384令吉 然后我有朋友就是注意到这张桌子 然后他们以为我是买新的 但其实不是 这个一个是旧的桌子 然后我是用wallpaper 去把它粘起来的 OK 所以这个不是真的木 这是里面是真的木 不过上面这一层是 wallpaper来的 OK 就是这个wallpaper啦 OK 我买的是没有这个 adhesive的 就是没有glue的 OK 如果你们买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买 有的粘的咯 Sticker这样子 OK 所以我另外买那个胶水哦 是真的是 粘到我要死了 哈哈哈 然后这一张椅子呢 是economic chair 是我在双十二的时候 在淘宝买的 一个椅子 OK 这设计也是蛮不错的 OK 只是说 呃 你们需要有承担一些 一些呃 运输的风险咯 你看 你看 这些 就做到不是很好 而且又很松 然后说 呃 这也是有破裂的 这边也是破裂的 OK 这边破了 你看这个东西也是 嗯 随随便便就拆下来 就 这个做久了也是有 那个 周文那个 看到它的Spring 这个东西总价值是370令吉 加上运输费 OK 这做起来是蛮舒服的 OK 我也不知道 说 呃 要比起其他的 Economics chair 还是什么gaming chair 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是很好做的 我只能说 比我上一张做的椅子还要好做 OK 所以 是OK啦 这个价值370令吉 呃 讲一下后面这个 桌子后面的这个LED灯 这个是可以换颜色的咯 OK OK 通常叻 没有什么事情 我是没有开的啦 OK 通常每次 我自己用是没有开的 OK 我只是 啊 开来白眉而已 然后 这个是用USB的 这个USB是直接接去我这个 电脑的 OK 如果是长一点的 灯的话 你就必须用插头了咯 然后这是很短的一个 LED就可以用USB咯 然后有一个Tips给你们啦 就是说 你们可以在 呃 你们的桌子或椅子下面哦 黏一个 一个 Sponge还是什么 我不懂叫什么名啦 哈 那个 在Daiso有卖5块9嘛 然后就是 这个东西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拉 你可以推的时候哦 你就不会对那个地面造成 那个挂伤咯 好啦 刚才我介绍的那几个都算是 新买的东西啦 然后剩下的这些都是旧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Headset OK 这个Sedus的 呃 耳机 用了很多年啦 我忘记多少钱啦 其实Under 100的 蛮不错哦 用了很久啊 好这个Logitech Keyboard OK 就没有什么好讲了 OK 这个Mouse 什么牌啊 Armageddon Armageddon Gaming Mouse OK 然后 这个是Wacom Intuos Small 这个 呃 有 有 这个哦 其实你们不需要买到这个版本的啦 你可以买那个 Intuos Draw 然后分别就是在于 有那个Handtouch 跟那个Free Software而已 然后我这个Handtouch 我基本上是关掉了 我没有去用了 只是用那个笔而已 然后 Software Software Corel Corel Essential 其实我也是没有用的 送来我 我大多数都是用Photoshop OK 这个是TP-Link的那个 WiFi Adapter WiFi啦 WiFi Portable Wi-Fi啦 OK 这个 这是接下去下面那个Wire啦 然后下面这些Wire 很乱啦 OK 现在是可能我再去做Cable Management 把它整理起来 这个Wacom Drawing Table 我看到很多人他们是放在 Keyboard下面这样子画啦 可是我的习惯是放在Mouse的位 右手画滑这边 所以这个 两个的位置通常会 掉换咯 好 那么这些就是我 呃 这个目前的这个 电脑的setup啦 然后 我觉得 进去里内是不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啦 因为没有钱了啦 哈哈哈 呃 不过我确实是想打算买一个speaker啦 因为如果长时间带耳机的话 其实也是不是很舒服啦 OK 大几个小时就只带喔 也是不透风嘛 虽然是很好带啦 OK 然后 呃 有什么好介绍就跟我讲啦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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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